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5日 歡迎大家收聽我們AEA的頻道 最近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Bitcoin衝破了3萬美元 所以最近有很多新聞都是評論Bitcoin和可以移貨幣 甚至乎關於Digital Asset的相關主題 我只是想報導一件事 新加坡那邊 我想他們都籌備了好一段時間 新加坡銀行DBS正式會提供一個服務 不是給一般散戶 而是給專業投資者 可以直接在他們銀行平台買賣 包括Bitcoin和其他虛擬資產 即是Digital Asset 或者是全世界第一間銀行提供這個服務 大家如果知道有其他銀行都有提供這個服務 可以告訴我 但我沒有留意到有其他銀行有提供這個服務 我這個內容其實是想講一下Bitcoin以外 其實會有什麼數碼資產的總類呢 而這件事我認為 似乎不是說真的很多人在說 但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其實這個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 它其實接下來會應用在 私人公司的發債和發股票方面 這是什麼玩法呢 就是現在他們在研究一些私人公司 即是它沒有上市的公司 都可以透過這種Blockchain技術 區塊鏈技術 直接給大眾去投資他們的公司 股票或者債券 那技術上的問題呢 坦白說 為什麼以前在沒有區塊鏈的時候 是做不到呢 我是不會回答的 但是我只是想分享 他們現在利用這個區塊鏈技術 總之就是 可以把它應用在私人公司都可以發債 就是發股票給大家公眾去買賣 那這樣東西呢 我覺得是 非常值得研究的 去觀察這個趨勢的 因為大家試想一下 普通的一間私人公司 無論是大大小小也好 那如果 自己一間私人公司 我勇氣 打一個比喻 就是樓下的茶餐廳 如果連樓下的茶餐廳的老闆 那些股票 都可以被人公開買賣的話 當然不是每一個散戶都可以買 那一開始肯定是一些專業投資者 才有這個條件去參與 就算是這樣 這件事都非常有趣 至少 專業投資者 我打個比喻就是那些私募基金 那你私募基金一下子 是多了很多的投資選擇 是不是 就是 你以往那些私募基金 他找一個 收購對象 那他當然是 靠他自己的能力去找 就不會說有一個平台 給他找的 那但是 現在 譬如這個新加坡的DBS 他開放一個平台給你 那你的私募基金 就直接上去他的平台 可以找貨 上面有很多 發售的 私人公司的股票 和債券給你去投資 那整個市場 會擴大了很多 即是我在說投資市場 生意買賣 其實一向都存在的 即是你譬如想放售一間茶餐廳 補習社 洗衣店 這些 那是本身有一些 Business Brokerage 即是一些生意仲介人 他可以幫你去放盤 或者去找盤 那現在 你說由銀行去 幫忙參與這件事 那是另一個層次 畢竟銀行是受到 多方的監管 那變了 投資這一類別的資產 會相對上 增加了一分信心 那這件事 是挺重要的 其實 對於我們未來的 整個投資市場 是一個很重大的變化 那 與此同時 對於 中小企業 私人企業的老闆 你也說 都是一個新的機會 來的 因為變相 連那些 中小型企業 都可以 叫做半公開發債 是大大的 可以提升到 中小企業的 就是 那個 周轉 資金周轉 對嗎 那所以 如果有些朋友 本身已經在 新加坡DBS 開了一個 那些 可能是私人銀行的戶口 那可以 儘管留意一下 絕對是 挺有趣的 這件事 挺有趣的 OK 那今集浪容先說到這裡 都是 喜歡我們浪的朋友 記得多點支持我們 就是訂閱點讚 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